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今年的設定就是這個課就是教這個研究方法 就是某一種特定的研究方法 然後基本上直接的用途就是拿它來做研究 它本質上是叫做Information Economics 然後雖然你SEBA上看到的課名 可能是叫Information Economy 但實際上是講Information Economics 它有一點微妙的不同 這個比較像你認知中的經濟課 這個比較像你認知中的經濟學的課 所以你可以很粗略理解為 前面那個東西比較是要講方法論 那雖然我們這個課上的確會提到一點IT啦 資訊系統啦 資訊商品啦等等的 但是那個其實不是這個課的重點 這個課的重點其實是Information這個東西本身 就是資訊本身 那資訊本身是要講啥呢 如果你問我什麼是資訊經濟學 我就會跟你說這是一個討論資訊的經濟學 那這是幹嘛呢 我們會問你說 人們啊他們在有不同資訊的時候 會做什麼樣的事情 那Value of Information 是一個需要討論的東西 就是比如說當你要做某個決策的時候 如果你有某一類型的資訊對你有沒有幫助 那是哪一類型的資訊對你有幫助 然後如果你有好多不同可能的 可以取得的資訊 取得哪一類的會比較好 以及這些資訊相關的東西 對於你在考慮business的問題 或是經濟的問題的時候 它可以對你帶來什麼樣的幫助也好 或者是意涵也好這樣子 你會在這門課上看到的例子 都是商管經濟公共類的 然後你會看到我們不停的圍繞著資訊 這個東西打轉 因為我們是資管系嘛 但是這個資管的 這個資就是資訊本身 不是什麼資訊系統 所以你不需要會coding 你不需要寫網站 你不需要架database都不需要 你只要匯算數學 還有喜歡那些application就好了 那在種種資訊相關的東西裡面 我們特別的討論資訊不對稱 就是information asymmetry這樣子 那我們為什麼討論information asymmetry呢 基本上是這個樣子 就是因為這個世界上到處都是資訊不對稱 資訊不對稱這個詞聽起來挺fancy的 但實際上其實意涵很簡單 就是我知道一些你不知道的事情 比如說我知道這本課有多難 而你不知道 這樣就資訊不對稱啦 那舉幾個比較正常的例子 消費者不知道 零售商把東西買進來的價格 就是你每次逛夜市的時候 老闆就跟你說 年輕人牛仔褲這條290 就賣你吧 你就說不如220吧 他就說其實這個成本價就要250 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這樣子對你就是不知道 如果你家剛好是開陳衣廠 你可能就會跟他說你這個料子很爛啊 什麼什麼什麼之類的 就是因為你不知道老闆進貨價格多少 或是生產價格多少 他才有一些溢價空間 資訊不對稱嘛 再來 你消費者呢 通常也很多時候也不知道 產品的品質 這也是為什麼老闆可以做一點生意 並且賺你的錢 什麼假油啦假牛奶啦假麵包啦等等 反過來說呢 零售商他也不知道消費者 他多想要買這個商品 基本上這個事實就是一切的行銷問題的來源 要是今天一個人走進你的店裡 你就知道他願意為某個價格付出多少錢的話 你就charge他那個錢減一塊 他就買了嘛 那你就可以賺很多 對但是就是因為不行 所以你就是猜猜看 比如說今天我如果是賣棒球手套的 那我要是看到你的男生進來 我就會稍微的想像他會出多一點價格 那如果是女生進來就會稍微的出少一點的價格 不過呢一般來說打棒球的男生比較多一點嘛 所以應該是如果你是商家 是一個合理的做法 是一個合理的做法 最後 今天回到學校裡的話呢 我如果是一個老師 我不知道學生 讀書或是做事有多認真 那這對師生關係會帶來什麼影響呢 就比如說今天我指導一個同學 比如說陳偉知道 他就說韋智啊這裡有個工作 你拿回去做一下 下個禮拜meeting的時候我們來討論一下 然後呢比如說是寫一個程式好了 然後韋智就回去寫寫寫寫寫寫 但是說不定他回家其實都在睡覺 然後下個禮拜meeting的時候他就來 然後就說欸老師啊 這東西沒有寫完 我就說蛤 已經給你一個禮拜了 你都在幹什麼 他就說老師你不知道 這東西很難寫啊 這個程式很複雜 寫下去有幾千on code 這個不是一個人一個禮拜可以完成的事情 那如果老師不知道 這個程式到底有多難寫的話 就只能被學生牽著鼻子走 那這個project理論上就會run得比較慢啊 或者是同學學到的東西就會比較少 等等的 那總之你知道這些都是一些 information and symmetry的例子 那課呢有點相似就是要討論 這些事情如果發生的話 一你怎麼辦 二會發生什麼事情 大概是這種感覺 那你可以想像世界上充斥著各式各樣不同的例子 然後我們主要討論商管經濟公公這一類的例子 information and symmetry 基本上就會帶來inefficiency嘛 所以我們想做啥呢 給你一個環境 並且明確地告訴你裡面誰知道什麼 誰不知道什麼了以後 我想要分析這個資訊不對稱會帶來的影響 對吧 以及如果可能的話我要量化它 這個如果可能的話我要量化它 這件事情聽起來很簡單實際上很困難 因為資訊這東西看起來摸不著感受不到嘛 但是呢你可能可以想像有一些時候它是可以被量化的 那這就是我們用這些經濟學啦 經濟模型啦要做的事情 你可以說喔對啊 偉智他騙我說這個誠實很難寫 對他來說有一些好處 因為他週末的時候就可以去打球啊 去約會在家睡覺等等 那這個好處到底好到什麼程度 我們想要試著討論這個問題 然後呢我們想要知道這個東西 能不能夠會帶來一些Driving forces 就是我們希望用我們這一套研究方法 可以解釋一些現象 你看到市場上發生一些事情 你想要試著解釋他們的原因 比如說同樣的商品 有的人賣得很貴 有的人賣得很便宜 有的人直接端出來賣 有的人叫你需要線上預購 有的人端出來賣就是值一個價錢 有的人會發Coupon給你 那有的人會直接降價 你可能想要討論 為什麼大家做的事情一樣或是不一樣 就是解釋現象這件事情 然後呢最後就是 如果對你來說你今天要做一個決策 而資訊不對稱沒有辦法被消滅的話 那你能做什麼事情 我們會講一套理論跟你講你能做什麼事情 這個課啊或是說這個領域 它非常的有趣 我個人覺得非常的有趣 但是呢你需要一點武器 才能夠探索這個世界 就你小時候如果玩過RPG的話 就是你要出去打怪物要先買寶物嘛 你身上要裝備一些比較好的武器啊 才不會死在原野上 所以你需要什麼呢 你需要上面那四個數學工具 你可能不需要非常的精通 像我也是略知一二而已 但是你如果都不會的話 就挺麻煩的 首先你要匯一點微積分 然後你要匯一點 這個有點學問 convex optimization 然後你要匯一點機率 匯一點game theory 我稍微講一下那個level是怎麼樣 微積分的話 你至少要匯多項式的微分跟積分 單變數 至少 會多一點當然好 最佳化的話 如果你修過OR 或是管理科學那一類的課 跟你說有一家工廠它有什麼存貨問題啊 生產問題什麼的 你知道什麼樣設X1X2 然後有一些linear constraint什麼的 欸 已經比班上大部分的同學好了 再來機率 機率的話如果你學過一個學期 或半個學期的統計 至少知道什麼叫做隨機變數 什麼叫PDF CDF 還有常態分配的話 那OK 也不是OK啦 就還行還行 game theory 如果你修過一學期的經濟學的話 我們就Assume你有基本的能力 你不需要學過一學期的賽局理論或怎樣的 你至少學過經濟學 知道什麼叫無異曲線啊 什麼叫做消費者什麼效用函數啊 然後知道什麼叫做equilibrium的話 你已經比班上大部分的同學好了 這樣子 要是你都學過的話 一開始會覺得這課有點無聊 因為我們還是花一點時間 幫大家補一點基礎 需要用到的東西 今天下禮拜我們都會跟你講 所以你如果學過會覺得有點無聊 但是呢 你如果沒學過的話 就會覺得蠻愉快的 就是你可以學很多東西 這樣子 所以就像剛剛一開始跟你說的 這是一個教你Academic Methodology的課 就是挺遺憾的 但是這課不是直接教你怎麼應用那些方法 這課是教你怎麼拿這些方法來做一些分析啦 做一些研究啦 而且是學術上的研究 研究這個詞本身並不是很偉大或是很學術的東西 你進了公司進了業界你一定要做研究嘛 你一定要想要知道消費者多喜歡你的產品啊 過去賣了多少東西以後賣多少東西等等 那些都是研究 但是學術的研究跟其他研究有什麼不同呢 簡單來說就是它要嚴謹一點 你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 那我們這門課教你的東西 就會往嚴謹的那個天秤那一段去靠攏 那嚴謹代表什麼意涵呢 就是挺麻煩的挺困難的 然後有一些東西你可能會覺得很瑣碎 然後有一些東西你可能一開始不知道 怎麼樣應用在你的真實的決策上 不過我嘗試過兩個學期後來決定就是 也不是說放棄 就是與其在課堂上花一些時間教你們怎麼應用 不如把理論教得比較完整 那能應用的人就應用 不能應用的人再想辦法 所以今年的計畫就是我們就是教理論 然後我們會跟你講理論在學術上怎麼應用 但是我們不會試著教你它在生活上要怎麼應用 這樣可以理解嗎 所以這課學完了以後呢 它會很直接的有幫助 如果你要用這個研究方法來寫論文的話 那如果不是的話呢 如果你念經濟所的應該也還不錯 公公所 商研所 資管所都有機會用得到 看你的老師是誰 看你想要用什麼研究方法 這樣子 那它呢 對於你在未來進入這個真實生活的時候 能不能派上用場 其實也是可以的 那現在因為還沒有教過你方法 硬要說它能做什麼用 我覺得有點太早 所以就算了 我們可以告訴你說它確實有很多人 很多大公司 用這套方法在build他們的一些 pricing model auction model 什麼演算法等等的 是有的 但是離你還很遠 能不能用得上 就看個人造化 我們這課不會試著告訴你怎麼樣做那件事情 這課啊 算是我一點個人小小的心得跟大家分享 這課是教你science 不是教你business 也不是教你engineering 什麼意思呢 大家大部分都是念資管的 或是公工的 或是商研的 大部分啦 也可能有一些經濟系的 你如果是念商管的 或是念工程的 你們本質上是在學什麼呢 商管的人是在學怎麼樣做決策 工程的人學怎麼樣解決問題 OK 怎麼叫做決策呢 你大家都會看一些商業個案吧 有一家公司啊 他在1998年的時候 遇到什麼困難啊 執行長坐飛機摔下來啊 或者是公司股價多麼的下跌 然後你就要make a decision 這個時候該怎麼辦 對吧 那叫做決策 然後工程呢 一般來說是解決問題 就比如說 我們這裡有一座橋 如何讓它不要垮 如何用省錢的方式讓它不要垮 等等的 就是會有一個精確的問題 然後你要想辦法解決 而科學在講什麼呢 科學在講的是 我們想要解釋現象 或者說發現原因 這件事情你可以稍微的留在腦子裡 就是我們這個學期 如果你一直上下去的話 你會發現我們花很多的時間 對著某一個現象 試著講它為什麼是這個樣子 然後有一些現象聽起來就是這樣 然後我們試著告訴你 有一些事情你沒有想到 有一些可能存在的理由 不是那麼明顯 但是我們試著找出來給你看 然後你可能心中會有點疑問就是 知道這個要幹嘛 你今天如果是要做決策 如果是要解決問題的話 你光是知道某件事情發生的原因 能幹嘛 坦白說能不能幹嘛是看個人 能不能幹嘛是看個人 科學家不煩惱這個問題的 比如說你今天看到一桶水結成冰 科學家就問啦 為什麼水會結成冰呢 應該是因為氣溫下降吧 然後就會說 好像是因為氣壓下降吧 他只是在跟你講 可能發生的是什麼原因 至於你要怎麼應用 就是你家的事 OK 就是你家的事 所以希望已經講得滿清楚的了 基本上這課就是教你一個研究方法 我可以保證 如果你要用這方法做研究的話 這課會很有用 至於你如果是來增廣見聞的啦 或者是觸類旁通的啦 或者是試著在以後對你發生幫助 那就是看個人 那就是看個人 這裡有幾個reference 推薦給大家 reference的意思就是你不一定要買 你也不一定要看 但是有幫助 如果你是想要增廣見聞的話 1跟2算是科普書那一類的 就是裡面沒有什麼equation 你自己看看得懂 沒什麼問題 然後很經典寫得很好 3跟4的話呢 基本上就是教科書 3比較難 4比較簡單 然後他基本上講我們這個課的研究方法 OK 推薦給大家 然後這課要念paper 因為你已經是研究生了嘛 或是你覺得你有研究生的前職 對 所以呢你如果看 syllabus的話 網站上有 他有10篇paper 10篇paper 所謂的paper就是 you know 期刊論文這樣子 每一篇都難得跟什麼一樣 對 但是你還是要看 你還是要看 你如果都不看 學期也是可以度過 但是你就學不到什麼東西 這樣子 就產生不了什麼價值 所以expect一下你要花時間念 接下來兩個小時呢 我們幫大家複習一下最佳話這件事情 就像剛剛說的 我們這課呢 基本上有四件你應該 如果你學過很好的東西 就是微積分 機率 最佳話 還有賽局理論 最佳話跟賽局理論 我們這禮拜跟下禮拜會稍微教你啦 教你用得到的那部分 實際上最佳話跟賽局理論當然都可以開數個學期 但是我們只用一個禮拜跟你講最需要的那個部分 開始之前啊 課程網站的網址 剛剛打錯了 那這個是對的 或是你直接到資管系我的網站 連得進去 OK 大部分的投影片啊 什麼什麼作業啊 什麼考卷之類的 在上面找得到 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看 我們去年前年的教材都在上面 雖然有所變動 但是也很多地方一樣 所以你如果很想要預習 或是很想要先知道這個學期會教什麼的話 去看一下去年跟前年的網站 前半學期很類似 很類似 所以前半學期大概可能有八九成都是一樣的吧 不過你如果比較一下的話 也會發現比如說第一週要講的東西 就比前兩個學期多 那因為我們剛剛已經講了 我們現在就是決定要把這個課變成 認真地教你一個你會用的研究方法 這個學期結束我們就希望認真修課的各位同學們 學期末可以用這個方法開始寫論文寫paper 目標就是這個 那你可能會順便想要問 那寫paper有什麼用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啦 OK 但是基本上就是希望你教你會這個方法 看得懂用這個方法寫出來的paper 以及有辦法用這個方法寫paper 是一個很遠大的目標 所以我們要教你很多東西 首先我們定義一個東西叫做convex set convex set的定義是怎樣 基本上就是突即合 它的定義是說一個set如果是convex set 那表示你在這個set裡面 認取兩個點 你幫他們做一個linear combination 在他們中間的話 會落在這個set裡面 所以在set裡面認取兩個點連起來 那個線段如果在set裡面 它就是convex set 所以左邊這個是 右邊這個不是 intuitively 你就是這個set突突的 這樣就叫convex set OK convex set有很多用途 因為如果你要解的問題 the feasible region是convex set的話 會有很多良好的性質 那與它相對應底 有一個東西叫做convex function convex function呢 它定義在一個convex的domain上面 domain就是定義域嘛 那這是幹啥呢 一個set 一個函數 它如果是convex function 表示說 你在這個定義域上認取兩點 然後把它連起來 認取兩點 然後把函數值連起來 會在那條函數值的上面 看一下這個圖 這個圖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我啊 今天假設這個函數長這個樣子 那我在定義域 這個是定義域 上面認取兩個點 然後把他們的函數值算出來 函數值算出來 然後把函數值連起來 要落在這條函數的上面 如果你認取兩點都有這個效果的話 那這個函數就是convex function 它就是向上開的一個碗狀的東西 Intuitively OK 那你可以注意到這些定義都是對 任意的domain 只要它是convex就好 然後它可能是一維可能是多維的 這個只是幫助你理解而已 所以我們馬上來試試看吧 第一個set是convex set 它就是一個線段 第二個雖然是開區間 但是它也是 第三個不是 因為這個set中間有洞 你如果一個set中間有洞 就不是convex set 那你一個人如果腦袋有洞的話 就會像我一樣 好嗎 第四個set是時數系嘛 就是一堆時數 它就是convex set 因為時數有稠密性 OK 再來這個 這個東西你如果畫成圖的話 二為平面上一個半徑為二 中心在圓點的圓的裡面 它是一個convex set 第六個不是 因為它是外面那一區 那你想像它的話就是中間有洞 可以吧 所以這是convex與否 那convex function呢 這個是一條直線 你在直線上 正取兩點連起來 都在那個直線上嘛 weekly的上 所以這是convex function 這個 這個 基本上是二次式向上拋 所以它也是convex 這個 這個是sin sin這個東西有點像波浪狀嘛 對吧 波浪狀 你如果複習一下你的高中三角函數的話 在0到2π之間 它會走完一個循環 走完一個循環 所以它不是convex function 它會走完一個循環 在0到2π之間 所以它不是convex function 因為這個區域不是向上拋的嘛 我不是說向上拋就是convex喔 是convex一定要向上拋 但是你如果限定在π到2π之間的話 它就是convex了 所以一個函數是不是convex over一個region 那個region是有影響的 再來log log這個函數大概有點印象 長得像這樣子嘛 log是向下開的 所以它不convex 最後這個函數挺麻煩的 它有兩個變數 對吧 不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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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認真的思考一下的話 它是一個二維空間 三維空間上上上開的碗 對吧 它也是convex 它是convex function 知道這些要幹嘛呢 很快就會告訴你 那我們在convex function以上 再定義一些相關的東西 首先這個叫做strictly convex function 它就是說 這個地方 我把不等式寫成strict 也就是說 weak inequality 不行 我們這裡要strict inequality 本來 在這個地方 convex的話 這個不等式允許你是等號 但是在strictly convex的時候 一定要比較大 一定要比較大的這個差別 那有了convex function 你也可以很輕易的定義它的反過來 叫做concave function 或是strictly concave function 一個function 我們說它concave 或strictly concave if 它的negation 是strictly convex ok 所以向上開 變成向下開 然後一定要向上開 變成一定要向下開 好 那 in general啊 我隨便給你一個function 你可以用剛剛的定義去判斷它是不是convex function 但是定義挺難用的 所以在大部分的時候 我們會挑一些簡單的做法 那 以這門課的這個領域來講呢 用微分 用微分 所以如果我們的函數它二次微分存在 而且它的二次微分 應該說二次導數 都是連續的的話 那我們可以用以下的性質來讓你證明它是convex或concave ok 那我們這門課裡討論的幾乎所有的函數都符合這個條件 好 那我們需要什麼呢 我們需要叫做gradient跟hation的東西 當你有一個n-dimensional的function的時候 它的gradient是一個n乘以1的vector 基本上就是把所有的partial derivative collect起來 然後就會變成這個 我們叫它gradient的東西 基本上就想像成一階微分 只是你有n個方向嘛 所以你就有n微的一個vector ok 它就是gradient 那 與之相對應裡 我們有所謂的hation或是hation matrix 這個東西你可以想像成二次微分 或者是一階微分的微分 一階微分有n個element嘛 所以你二階微分就是把每一個都在拿來n次微分 所以就會得到一個n乘n的matrix 長得像這個樣子 那你大概看一下就 喔ok 這個是對x1微分兩次 那另一個element就是先x1在x2 然後x1在x3 然後以此類推 然後最後到這個是xn再xn 所以就是所有的二階導數的collection ok n乘n 微微分呢 教過你一件事情 要是二階導數都連續的話 那你的hation matrix就會symmetric 就對稱 就是一個函數拿來先對x1再對x2為分 和先對x2再對x1為分會一樣 如果這個條件成立的話 那ok我們這門課上的這件事情就是會成立 所以你就不用太擔心 你的2階 你的hation一定會symmetric ok 好 那有了這個基本的概念了以後呢 現在我們來看看 你如何能夠對convex function的derivative說一些話 給你一個f 假設它今天是單變數 所以呢它把一個實數 map到一個實數 over一個interval叫小f 那麼呢 對不起叫大f 那麼你這個函數f 它會是一個convex function if and only if你的二次微分 都大於等於0 如果你strictly convex的話呢 那就是if and only if你的二次微分 是strictly the positive ok 聽起來不是太意外嘛 二次微分是正的 表示向上開 對吧 然後你就intuitively覺得 嗯 好這東西看起來make sense 然後concave的話就反過來 就是要向下開 所以這門課裡面 你會反覆地利用這個性質很多次 給你一個函數 你就說咱們來二次微分看一下 二次微分玩 喔正的負的 或者是有正有負 你就可以據此判斷 它會convex concave或都不是 如果今天很不幸 你的函數有好多個變數 那這個時候呢 你有相對應的condition 只是變得比較複雜 你會變成去看它的hashian matrix 如果它convex 那它的hashian matrix 就會positive semidefinite 如果它strictly convex 那它的hashian matrix 就會positive definite ok 那你可能會想要回憶一下 欸什麼是positive definite 或什麼的 一個signmetric的matrix 它被稱為positive semidefinite if 這件事情成立 這件事情是什麼呢 你任意挑一個vector y 用這個y transpose ay 乘起來 都會是non-negative的 請不要太在意 反正底下這東西就是一個定義嘛 這個定義是存在的 所以你知道 我們講的東西都是有憑有據的 ok 那麼 等到你真的要 做這件事情的時候怎麼辦 給你一個函數 你會先把它的hashian找出來 然後你需要證明hashian 是positive definite 或是negative definite之類的 的時候 如果你學過的話 你可以看它的 eigenvalue 你可以看它的principal minors 所以呢 這件事情是辦得到的 pretty fine pretty fine 好 那我們來試一下 今天剛剛的f1 它是叫直線嘛 你對它二次微分出來 變成0 對吧 二次微分變成0 表示什麼 表示它convex 又concave 因為0 是non-negative 也是non-positive 但是它就不是strictly convex 或concave 這件事情 你應該可以理解 f2的話呢 你對它二次微分會變成2 然後2比0大 所以它是strictly convex ok 再來 f3 f3是sin 如果你對sin微分變cos cos微分會變-sin 所以得到這個東西 那這個東西呢 你再把那個x帶進去看的話 它有時候正的 有時候負的 所以你就沒有什麼結論 這個函數 既不是convex也不是concave 但如果是x4 F4的話 你把pi到2pi帶進去 你會發現那個-sin都是正的 那這個時候它就是strictly convex strictly convex 稍微注意一下 我們是開區間嘛 所以pi跟2pi 你不用把那兩個數字帶進去 再來log log的話呢 你微分會變成x分之1 再微分變成-x平方分之1 所以基本上你就會得到一個負的東西 那這件事情應該還行吧 所以你就 它是strictly concave 最後這個 嗯 我有兩個變數 所以我要求它的hash and matrix 我把這個變數 這個函數拿來對x為分兩次 會得到2 對x為分再對y為分 沒有東西 反之亦然 所以這兩個是0 然後最後你對y為分兩次 會得到2 所以你的matrix長這個樣子 OK 然後你可以比如說算它的 eigenvalue 就是兩個2 或是你算它的principal minus 這個2是正的 然後這個determinant是4也是正的 那OK 它就是positive definite 所以它是strictly convex 我們這裡只是跟你講一下說 好方法存在在那裡 微分 二次微分 挺有用的 OK 所以從今天起 當你拿到一個函數 而且它看起來可以被微分的時候 你就會想要微分看看 看看它是不是convex或concave function 我們來聊聊optimization problem和性質 基本上你可能會先想要問 為什麼我們要解optimization problem 這個有兩個理由啊 第一個理由是你想要解決一些問題 比如說你想要用最小成本的方式 來讓橋標垮 那就是optimization problem 你的限制式就是橋標垮 然後目標式是用最小成本 或者是商管上 你要生產若干東西去fulfill它們的due date 然後你要最小成本 或者是你有有限的資源 你要盡量把東西生產出來 賺越多錢越好 基本上就是optimization problem 那經濟學家比較不care 決策最佳化這件事情 但是經濟學家assume 每個人做決策 都是最大化他的utility 只是utility function長什麼樣 每個人不太一樣 OK 比如說你媽媽的utility 裡面可能有一大部分是你的utility 所以他就會早上起來幫你做便當啊 或者是什麼的 或者是虛寒問暖 但你就不會對你媽虛寒問暖 或者是幫他做便當 因為你們的utility function長得不太一樣 Anyway 當你假設大家都是基於某個目標 在做事的時候 你描述他們的方法就是 你幫每一個人寫一個utility function 和一些constraint 然後說每個人都想要解他的optimization problem 用這個方式來量化 或者是說來模式化 每個人的decision making 然後你才可以算 哦 所以大家最後會做什麼 OK 當你上下去的時候 你會漸漸知道這件事情 但Anyway 你要先有辦法formulate 跟solve optimization problem 才行 好來試試看 今天 假設我有一個problem長這樣 我要maximize x1加x2 subject to x1加2x2小一點點6 2x1加2小一點6 然後x1x2要大一點點0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呢 大家都學過 圖畫起來會像這個樣子 feasible region在這兒 就是這個陰影處 optimal solution是22 因為你有一條斜斜的-45度角的indifference curve 你要往右上方推 對吧 或是說isoprofit line 然後呢你推啊推的 推到這裡的極限 這個東西就是optimal solution 它是unique的嗎 它是 以這個題目來講它是 你找不到另外一個點 跟它一樣好 然後objective value是6 總之你知道 ok optimal solution 就是一個optimization problem的解 objective value 就是把那個解帶進去目標式 這是你要做的基本的事情 這樣的一個problem 在這個題目裡面 我們說它是一個lp 因為它的objective function和constraint 都是linear的 可以吧 都是linear的 那當然很多東西都不是linear的 比如說這個題目 我一樣maximize x1加x2 但是我現在subject to x1平方 加x2平方小一點16 如果你在二維平面上 把這個畫出來 就是半徑為4的圓 裡面才是你可以挑的點 然後再加上一些其他的constraint 那這種東西當然就是 nonlinear program ok 所以回去試一下 你應該有辦法畫出它的feasible region 然後你應該可以推這個目標式 去求出optimal solution 是不是unique的呢 回去自己試試看 應該是 應該是 然後最後 然後 z star 的value 也就是最佳解 給你的目標是值 是多少 回去試一下 並不是很困難 在所有的nonlinear program之中 有一個subset 挺特別的 它叫做convex program convex program convex program convex program是說 如果我們maximize一個concave function 或是minimize一個convex function over convex的feasible region的話 那我們就是叫它一個convex program 再來一次 你今天任何一個nonlinear program 都有目標式 都有constraint 對吧 constraint在那邊切來切去的 eventually會給你一個feasible region 首先你希望那個feasible region 是convex的 set ok 再來 我今天 有一個目標是 我希望我要嗎 maximize concave function 或是相對應的 我minimize一個convex function 如果是那樣的話 那我們就把這類的program 叫做convex program 好 為什麼它挺重要的呢 因為所有的convex program 基本上都存在有efficient的solution 就是有個演算法 呸呸呸的跑下去 最佳解會跑出來 然後呢也就是說 你不太需要design解法解這些問題 因為有solver 有軟體 呸呸呸它就會算出來 大概是這種感覺 大概是這種感覺 那麼 所以你的問題如果convex 至少numerically 或者是從一個engineer的角度來看 是有辦法解的 但是如果今天是non-convex的話 那就不一定 多的是沒辦法解決的non-convex的problem ok 比如說有一些problem會infeasible 就是如果你的constant互相衝突 最後無解 無解就infeasible 有些problem會這樣 或者是有一些problem會unbounded unbounded就是說 給你任何一個feasible solution 你都找得到一個更好的feasible solution 那這樣子就unbounded 所以infeasible unbounded這些詞 講的時候會用到 大家溝通上不要有障礙 一個problem它有三種可能 要嘛它infeasible 要嘛它unbounded 要嘛第三種我們就叫它finitely optimal 就是你找得到一個finite的optimal solution 這樣我覺得這三種可能 好 然後optimal solution這個東西啊 大家用詞要精確 因為你們已經是研究生了嘛 如果你是大學生 我們也幫你當研究生看待 一個problem可能有很多optimal solution 對吧 因為optimal solution不一定是unique的嘛 你只要兩個feasible solution 都給你同一個目標市值 而且那是最大的或最小的 那它們就都是optimal solution 所以你要意識到這件事情 很多problem的optimal solution 實際上是一個set OK 我們用這個符號來表示 set of optimal solutions of a problem is denoted like this 我們用argumentmax這個符號 來表示set of optimal solutions 就是這樣這樣 argumentmax OK 當你看到這個東西 它就是在講最佳解的set 那這個呢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那個最佳的目標式的值 OK 所以一個是z 一個是x 它們是不一樣的 舉個例子吧 比如說 今天f假設是cos cos cos 是 這樣子 然後 我的x 還是落在0到2π之間的話 如果我今天要求它的最大值 而且我要把set of optimal solution 求出來 那這個時候這個set裡就有兩個點 就是0跟2π OK 這個例子就是在跟你說 optimal solution可能會有好幾個 所以你argumentmax是一個set in general是一個set 只是有時候 有時候它裡面只有一個點 OK 這件事情要知道 那所以如果x star 是一個problem的optimal solution 我們寫x star 在那個set裡面 就是x star in這個set 你不要寫x star是這個set 不太一樣 不太一樣 那當然實際上很多的problem 都只有一個optimal solution 那那個時候你要自己 很清楚地意識到這件事情 你之後會解一些問題 有一些問題有unique solution 有一些沒有 你自己要知道 或者是要去判斷到底有沒有 然後如果可能沒有 如果可能multiple optimal solution 你用詞要精確 因為這些都是數學 這些都是很precise的statement 用錯了就是用錯了 好 再來 optimal solution 這種東西有global 跟local的差別 什麼呢 A point x star is a global minimum 比如說我們現在來講 minimization problem 好了 那條件就是 對於所有的feasible point 它都沒有比x star來得好 對吧 那你x star才能說是optimal solution 那我們這裡加一個global的字 就是整個來看 它是最好的 因為相對定的concept 叫做local optimal solution 或是local minimum 我一個點x'要是local minimum 的話 只要比附近的點來得好就好了 epsilon是一個半徑的概念 就是一個neighbor的距離 只要我比落在我附近距離我epsilon以內的人來得好 我就叫我自己是一個local minimum OK 挺明顯的吧 x1不是global minimum 然後x star也是local minimum 那x2 x3當然都不是嘛 x4這個點稍微的特別一點 它是local minimum OK 雖然它右邊有些點比較好 但沒用 因為那些點都infeasible 所以在它周圍的feasible point來說 它是最小的 那它就是local minimum 可以嗎 global maximum和local maximum 都是用一樣的方式定義的 反正就是最大 最大 好 今天你已經知道有problem 有optimization problem 有problem要solve 然後你希望得到最佳解 怎麼做 in general有很多做法 但是通常的strategies是 你要先去找optimality condition 什麼意思呢 就是有一些時候你的最佳解 會符合一些條件 你就把那些條件apply在你的problem上面 通常可以把你 你需要看的solution的點數變少 如果這樣的話 你接下來要做search 要做solution 要做analysis 都會變得比較簡單 這樣子 那我們來試試看 第一個東西 我們叫它unconstrained first order necessary condition first order necessary condition 它啥呢 假設你今天有一個maximization problem for小f constrained是什麼 是沒有 今天如果你沒有constrained 然後你要maximize一個小f的話 我們叫它unconstrained problem 這個時候你有一個condition 就是 x star是local mean only if 它的一次微分等於0 我們當然可以證明給你看 不過就不浪費大家時間了 邏輯上就是 你如果要是local maximum 你那邊的一次微分要等於0 如果你一次微分是正的或負的 你就有個方向走過去 就會變得更大 你就不是local maximum 這樣可以嗎 這個條件只是一個necessary condition 符合它不代表你就是local minimum 可以吧 搞不好是local 對不起 不代表你是local maximum 搞不好你是local minimum 搞不好你是settle point 等等 有很多可能 但是你如果要是local minimum 或local maximum 一定要符合這個條件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它不保證 它也不apply在global maximum上 所以呢 這個條件只能給你localized solution 怎麼應用呢 今天我有一個意為的problem for這個 這個 嗯 多項式 然後它是三次多項式嘛 那anyway 我們來試試看 First Order Necessary Condition跟你說 你只需要考慮那些一次微分等於0的點 OK 那就是這些點 然後你去solve它的話 你就會發現答案是1跟2 所以只有x等於1和x等於2 這兩個點 有機會是optimal solution 其他點很多 但是它們不可能是optimal solution OK 所以現在你有兩個點是local maximum 對不起我剛剛講錯了 只有這兩個點可能是local maximum 只有這兩個點可能是local maximum 然後 你如果稍微的做2或者是幹嘛的 你就會發現1的確是local maximum 但是2不是 OK 2是minimum 你如果畫那個2的話 你可以知道這件事情 這裡有一件事情提醒大家 你雖然很成功的用First Order Necessary Condition 去發現1跟2 符合這個條件 它跟解出這個問題來 還是有很大的差距的 以這個問題來講 根本就不存在optimal solution 對吧 因為你x變得越來越大 這個problem會變得unbounded OK 而First Order Necessary Condition 並沒有辦法幫你發現或者是怎樣 你就是只能說 OK 這兩個點可能是local maximum 而其他的點都不可能是local maximum 就這樣 就這樣 好 另一個例子 假設今天有兩個變數 這樣子 然後呢 他們一樣落在一個多項式上面 這個時候 你的First Order Necessary Condition 會變成是你的gradient要等於0 對x1為分要是正的 要是0 對x2為分也要是0 所以這個是你對x1為分的結果 這個是你對x2為分的結果 然後你就發現 OK 所以我要兩個equation同時滿足 那就是你小時候解2元一次方程組 你就解了一下 發現 嗯 24是一個solution 那這表示什麼呢 就是24這個點 是唯一一個有可能是local maximum的點 其他人不可能 OK 這是這個condition可以告訴你的事情 那當然 它可能是不代表它就是 所以你可能需要做更多事情去check 它到底是不是local maximum 可以吧 然後呢 它就算真的是local maximum 也未必能怎麼樣 因為你真正要求的是global 所以這是step1而已 那step2是啥呢 就是你有第二個unconstrained的 second order necessary condition 現在你要second order了 一個函數如果它twice differentiable 那麼一個點要是local maximum的話 你需要也就是only if 什麼呢 你的二次微分 要嘛它是nonpositive 要嘛它是negative semidefinite OK 簡單來說就是在那個點上 你的函數要向下開 你才會是local maximum 如果你要local minimum 就是這個要向上開 OK 所以first order condition 基本上會給你三種可能 local max xlocal min還有settle point 如果你加上second order condition的話 就會exclude掉另外兩種 你不要的東西 你需要注意的是 我們這個condition 對任何的函數都成立 然後對任何的點來說 你都需要這些條件 而這個條件x star x star是一個你care的點嘛 你今天只需要在x star的附近 這件事情成立就好了 你不需要它在整個feasible region上都成立 你如果回去翻前幾頁的投影片的話 這個和這個曾經發生在你想要證明一個函數concave的時候 如果在整個feasible region上 這兩件事情都成立的話 這個函數會concave 但你現在不需要這麼強的condition 你只要在那個點 那個x star上 這兩個件事情成立就好了 那它就是local maximum 在這個課裡面呢 我們apply second order necessary condition的機會 並不是很多 有時候需要但是並不是很多 那first order當然是用的比較多 eventually你會發現 那我們這裡只是想跟你強調一件事情 就是你今天要是local maximum 並不是只需要你的二次微分都是負的 這樣是不夠的 你需要的是negative semi-definite 這件事情才能夠保證 一個多微的函數真的在向下開 這個只是一個partial的condition 它是沒有什麼用處的 OK 那就是跟大家講一下而已 好 現在已經兩個階段了 你可以判斷 你可以第一步的篩選local max 然後在第二步的篩選local max 但是你真正想要做的其實是global max 所以你希望有這個global max 再來你剛剛做的事情都只是篩選而已 剛剛是說如果它是solution 就要符合什麼條件 所以可以刪掉一些東西嘛 但是你有時候想要的是 如果它符合這個條件 它就是solution 如果要這樣的話要怎麼辦 要怎麼辦 所以我現在想要如果怎樣就是solution 以及我想要它是global solution eventually要做這件事情嘛 那做這件事情的關鍵 就是convex function 所以呀 今天如果我的函數是convex 或concave的話 事情會變得簡單許多 事情會變得manageable 怎麼弄呢 我今天函數如果是convex的 那麼x star is a global mean if and only if gradient等於0 OK 本來你如果不convex 你這裡只有only if 就是你只有necessary condition 但是你如果convex 你就有if and only if了 因為convex向上開嘛 就只有那麼一小撮地方 有機會一次微分等於0 它一旦一次微分等於0 它就是最佳解了這樣子 然後另外它還順便送你global optimum 只要一次微分等於0 只要一次微分等於0 就是global optimum 因為你不會長得像個波狼 對吧 你已經是convex function everything is fine 所以這是為什麼convex function 數學上這麼的重要 或是至少在最佳化上這麼的重要 因為它給你這個condition OK 然後更進一步的 所以要是你是strictly convex 或concave的話 你就會有unique optimal solution 比如說怎麼樣的函數 是只有convex 但是沒有strictly convex呢 大概長得像這樣 大概這種感覺吧 它是一個碗 而且底下是平的 那這整個區域 它們的一次微分都是0 或是說gradient都是0 然後它們都是global mean OK 完全符合那個條件 然後它們是不unique的 因為你有很多optimal solution 那你如果 然後這個函數當然不是strictly convex 因為你認取兩個點 連起來 它只是沒有在這個函數下面 它沒有真的比較高 你如果是真的像個拋物線這樣的話 你認取兩個點 一定都比較高嘛 它是strictly convex 而且你只有一個點 可以符合一次微分等於0 這個時候它就是unique optimal solution OK 所以convex或concave function是很重要的 因為它們給你sufficient condition 它們給你global maximum 然後如果你是strictly convex或concave的話 它們還會保證你unique optimal solution 這樣子 好 最後 雖然我們剛剛已經講很多了啊 但是實際上還不夠 還差得遠耶 因為我們講的problem全部都沒有constraint 我們剛剛前面幾頁頭影片講的東西都沒有constraint 對吧 那很多problem都有constraint怎麼辦 怎麼辦 那讓我們來試著回應你這個問題 今天你如果要解一個problem不管怎麼樣 你還是先看看你的目標是 是不是convex或concave 很多時候商管經濟上的問題 會直接給你一個convex或concave function 等一下看到的例子就會 那你可能會想要問為什麼呢 為什麼這麼巧呢 你們都是敲一些簡單的問題來借吧 我也不否認啦 但是實際上不是這樣子 比如說你今天要定價 定價的原則是什麼呢 就是margin盡量高 但是demand也盡量高 你東西太貴就沒有人買 東西太便宜就一個就賺很少 對吧 optimal的定價一定就是不要太貴 不要太便宜 商號你的profit function 就是一個concave function 就是一個concave function 或者是你今天做的是存貨問題 明天有多少人會來買你不知道 你不想要存太多也不想要存太少 對吧 最佳的定貨量一定是不要太多 不要太少 所以naturally你的cost function 就會convex之類之類的 你今天做各式各樣的decision problem 那個decision problem如果值得你煩惱的話 十之八九就是它有一些trade-off在 你不要太這樣也不要太那樣 那很多時候你的problem就會是自然低 convex或concave 很多時候啦 所以這是為什麼它數學上有用之餘 它應用上也有用 所以第一步先check一下 你的目標是不是convex或concave 要是是再來想想別的辦法 要是不是就問一下你旁邊的同學會不會解 OK 好 那再來我們剛剛講的condition 雖然都是給unconstrained problem用的 但是如果你進一步想的話 今天如果有constrained 那就有一個feasible region 對吧 就是不是無窮大的feasible region 而這個feasible region 大概可以被分成兩區 就是boundary跟interior 一個點要嘛落在邊界上 要嘛落在中間 邊界上挺難處理的 但是中間很簡單 中間的話你環顧四周 都是feasible point 所以任何的unconstrained condition 都可以apply在interior point上面 可以吧 所以我今天如果有一個constrained problem 那的確剛剛那些condition不夠多 我們還要更複雜的condition 但是你今天如果有unconstrained problem 至少你解決了insome sense一半的問題 因為interior point知道怎麼辦 interior point如果不符合first order condition 全部刪掉 它不可能會是local min或local max 依此類推 所以interior point至少你知道怎麼辦 所以一個common strategy是這樣子 這個strategy並不是什麼很好的strategy 但是我們能力有限 現在只能做到這個樣子 就是我給你一個constrained problem 首先你先刪掉所有的constrained 先不要看 或者是刪掉一部分的constrained 不要看 然後你去解那個unconstrained problem 然後你去得到unconstrained optimal solution 用你剛剛的first order second order convex concave 等等的東西 然後你再去verify說 真巧啊我剛剛那個solution 符合所有的condition 如果是這樣子它就真的是optic 那當然你幸運的話才能這樣啦 不幸的話你需要做一些別的事情 那你可以先想像一下 這東西這個所謂的 ignore所有的constrained 然後先解解看 然後再把constrained拿回來看看 它會不會satisfy 這個真的行嗎 如果你討論是數學或工程的problem 通常不行 但你如果討論的是商管經濟的problem 很多時候倒是可以 比如說剛剛說的你要定價 定價 定價的constrained是什麼 價格不能是負的 對吧 價格不能高到沒有人要買什麼的 其他好像沒有了 如果是就是這樣子的話 那你的optimal price 難道會是負的嗎 難道會高到沒有人要買嗎 本來就不會 所以你的optimal solution 至少在那個condition下 naturally的 嗯對就是那樣子 或是你今天要決定 你要訂多少貨 那constrained是什麼 訂貨量不能是負的 訂貨量不能超過 supplier的capacity等等 你也很容易的會發現 很多時候 欸沒事 就是optimal solution的確 就會符合這些條件 那當然也有不符合條件的時候 那怎麼辦 你就要想辦法解決 然後最後就是 你如果學過OR 或者是學過公公所的一些 最佳化的課啊等等的 那你會發現 等一下我們要做的事情 跟我們學什麼simplex啊 或者是各種演算法的邏輯不太一樣 我們在經濟上想要做的事情 是求analytical solution 就是一個solution 我想要讓它被表示成 functions of parameters 然後我才要做很多事情 我不是有點像是寫軟體 然後寫model 然後塞進去 讓它把答案吐出來 那樣子是numerical solution 它們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慢慢的你會有一些概念 總之這堂課會做很多的最佳化的活動 比如說剛剛那些 你就會在那邊apply first order condition啊 你就會試著證明什麼函數是不是convex等等 但是這種最佳化跟OR跟公公的最佳化 有那麼一點不同 如果你兩種都學過的話 試著體會一下它們差在哪裡 關於convex analysis 關於optimization的東西 我們就拿它來解兩個problem 當application看 我們這兩個application呢 它蠻classic的 就是蠻經典的 好 來試試看 今天第一個是一個定價的問題 那我們在這裡叫它monopoly pricing 是什麼意思 就是你是一個monopoly 你在某一個市場上只有你一個人 你幫某一個東西定價 聽起來蠻unrealistic 可能你在馬爾地夫的某一個小島啊 然後獨家的供應珍珠奶茶 那可能是類似這個樣子 但是實際上不一定 那不一定沒關係 因為model的用途 用途就是作為一個開始 OK 好 所以假設今天你獨佔 然後你要賣一個商品給消費者 消費者啊 他們總是不太一樣 而且他們的怨婦價格不太一樣 所以他們的 willingness to pay 或者是 valuation 不太一樣 對吧 有的人願意出多一點 有的人願意出少一點 我之前如果拿出我的二手微積分課本的話 可能比如說 尾字就會很想要 但是別人可能就會不想要 這樣子 所以每一個人對同一個商品的 valuation 會不一樣 那作為一個model你要幹啥 你 somehow要model這件事情 我們就說 好吧 大家不一樣是吧 那我們就說 大家的 valuation 這個 set 會落在0到b之間 然後是 uniformity落在那之間 什麼意思呢 最極端的狀況 有一些人完全不想要這個商品 他的怨婦價格就是0 就是你送他 他勉強接收 這樣子 然後有一些人願意付100塊200塊 那我們假設有個上限是b b是個number 那我們這裡不需要假設他是多少 就說他是b吧 然後uniformly的意思是 每個區段的人是一樣多的 或者說你隨便抓一個人來 他的這個theta落在哪個地方 基本上可能性是一樣的 或是technically theta是一個uniform random variable 然後parameter是0到b 這樣子 好 那麼這樣的話呢 基本的假設是這個傢伙 他買這個商品 if and only if 他的valuation比較高 就是我今天微積分課本拿出來 我說30塊 然後願意出30塊以上的人 就會說好 我買 大概是這個意思 那你如果不想要 你覺得他不值30塊你就不會買 就是這麼簡單的邏輯 Consumer的decision是independent的 意思是說你買不買 跟別人買不買不一樣 這是個假設 就是你明明就不想要這本 爛微積分課本 但是你看天哪大家都在排隊 怎麼回事 於是你就繼續排隊了 我們就是假設這件事情不會發生 我們把各位都偷偷地關起來 然後說有本課本你要不要 所以是independent的 然後假設總共的customer的人數是a 就是有a個人有可能要買這個東西 如果這些事情都成立的話 那給定一個pricep in expectation 會有多少人買你的商品呢 基本上是這樣子 你有a個人 每一個人都獨立地 有一個機率買你的商品 那個機率就是他的怨婦價格 高過你的開的價 而這個機率是多少呢 以uniform distribution來說 就是1-b分之p 可以嗎 或是b分之b-p 或是b-0分之b-p 看你prefer哪一個公式 好 現在有這個 這個東西是你預期p一開下去 會賣掉幾本 是個預期 當然你知道它不一定會發生 可能會多一點 可能會少一點 但是它是一個期望值 它就是一個期望值 可以嗎 好 假設今天你賣的東西 它有unit production cost 那這個時候呢 這個二手微積分課本的例子 就不太好啦 你可以換成一個講法 就是我在這個小島上賣微積分課本 然後我的進貨價格一本是C元 這樣 然後呢 Seller的任務是 Choose一個unit price 去maximize total expected profit 那這個時候你可以看到啊 就是我要挑一個unit price 這件事情是一個很強的假設 為什麼 因為我不能對不同的人 設不同的價格 這樣子 為什麼不能呢 今天千瑜姐姐走進店裡 我就看不到他臉上說 他覺得這東西值多少錢 然後別人進來也是一樣的 他們不會告訴我 他心裡覺得這東西值多少錢 要是你真的問他的話 他一定說 不然就50收吧 不然就5塊吧 之類的 他覺得很值錢 他也不會跟你說他覺得很值錢 是吧 這就是資訊不對稱啊 這就是資訊不對稱 就是你不知道他的valuation是多少 那以這個例子來講呢 假設你真的無能為力 或是你沒有修過資訊經濟 那就喔好 fine 那我就出一個價格 這是市場上最常發生的事情嘛 那偶爾你會看到差異定價 常見的方法是根據這個人 性質不同 決定要出什麼價格 比如說電影票 學生看就會便宜一點 肯定不是因為電影業者想要 用這種方式來教育學生 就不是 因為他只是知道學生出得了 價錢比較低而已 意思類推啦意思類推 但anyway 假設你今天就是要訂一個pricep 你怎麼解這個optimization problem 來試試看 我今天有一個decision variable 就是p嘛 就是我要決定他是多少 那我們說這個東西是endogenous的 就是你要決定這個東西 與之相對應底 是exogenous的parameter 就是外生的或是外部的 就是這個problem裡面 這些值都已經fix了 他就是給定的 然後這些參數是ab and c a是顧客的人數 b是最高怨婦到多少錢 c是你的單位成本 好 你唯一的constraint就是p要大於等於0 對吧 你願意的話 你也可以開100萬一本微積分課本 只是沒有人買而已 ok 好 現在呢 有了這些東西以後 pyp 假設pyp是我們的profit function 那它會長怎樣 長這樣 p-c是我一本書賣掉的profit margin p是我的售價 c是我的成本 x就是我賺的錢 乘上這個東西 是我預期會賣掉幾本 那這兩個東西一乘起來 就是我的expected profit 這個地方寫的不是很好 應該是寫expected profit 比較好 OK 那不管怎麼樣 你今天要做的事情 就是去找一個p 去maximize你的expected profit 可以嗎 假設你想這麼做 那你要做的事情就是解這個problem 那實際上一個商家 他可能想的是別的事情 比如說他想的可能是 我想要最大化 賣掉10本以上的機率 如果他爽的話 他也可以做這種決策 對吧 那只不過期望的profit是最常被拿來使用 以及一般人最直覺想要maximize的東西 所以我們拿他當個例子 好 今天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我首先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a那個數字根本不影響我的決策 可以嗎 technically a就是個constant 你a不管是1也好2也好5也好10也好 所以我們說我們可以在不失一般性的情況下 把a normalize成1 因為它不影響 因為它不影響 我們還是把a保留著吧 今天πp呢可以被寫成這個樣子 一個常數乘上兩個p的函數相乘 我們先來試試看它是不是concave的 那當然就是 為什麼呢 1一次微分得到這個 二次微分得到這個 二次微分得到這個 二次微分得到一個負的東西 那它就是strictly concave了嘛 這個沒有問題 或是更直觀一點的話 是個多項式 對吧 p的二次式 而且二次向的係數是負的 向下凹的拋物線 它就是strictly concave的 所以很多時候 你不需要go over這一整串 就不需要 你一看它二次式 一看它向下凹 結束 它就是strictly concave的 OK 好 再來 你仔細想想 這東西為什麼會concave make sense嘛 因為這是定價 price不要太低 price不要太高 所以naturally低 有一個peak 就是你要找的點 好 所以很棒 那我們現在呢 來實行我們的戰略 戰略就是先 ignore constraint 好 現在已經un constraint了 那我們就來apply first order condition 這裡 這是first order condition 你已經把n那個字拿掉了 因為它convex I mean concave 所以它已經不是necessary condition了 它已經是necessary and sufficient condition 這個時候我們就叫它first order condition 好 這樣的constrained optimization problem 你一解 就得到了這個式子要被滿足 p star如果要是最佳解 它就要符合這個equation 於是p star就要長這個樣子 可以嗎 然後你就發現 欸沒錯 A的確不影響p star 你今天這個小島上是100個人也好 1萬個人也好 只要其他的條件都符合 你就不會有影響決策的地方 那這個p star就會是b跟c的函數 這個東西就是我們所謂的analytical solution 就是我要做的事情 我要的decision 應該說我要解這個problem要得到的東西 我就希望它是參數的函數 參數的函數 我不要得到一個數字 我要得到一個函數 這樣我們就要叫它analytical solution 那麼今天p star是否符合 我們ignore的constrained呢 是 因為b跟c都是正的嘛 對吧 b是孕婦價格的最大值 c是單位成本 他們兩個都是正的 所以你的p star就是正的 欸那這樣就搞定了 那它是不是global optimal呢 也是 因為你是一個concave function 而且你的first order condition 給你的點feasible 這樣就沒事了 那這個problem到此為止 就可以算是被解出來了 當我們是自以為是經濟學家的時候 解出來只是第一個步驟 第二個步驟是你要說 OK 這個東西對你的study 這個問題有任何幫助嗎 有的 最粗淺的事情是這樣子 你想要看看這些參數 如何影響大家的決策 如何影響大家的報酬 比如說p star是2分b加c 什麼意思咧 當b變大的時候p star就會變大 當c變大的時候p star也會變大 而當a變大的時候p star不會發生任何事情 你就開始想想為什麼會這樣合理嗎 當大家願意付更高的價格買你的東西的時候 你就會想要開價開貴一點 合理吧 當你的進貨成本變高的時候 你基本上沒什麼選擇 你必須墊高你的price 合理吧 不然你的profit margin就太低了 當消費者人數變多的時候 你並不會特別想要做什麼 因為每一個人的decision都是independent的 這樣子 OK 當然我們只要稍微改一下這個problem 你這些事情就可能會改變 比如說你進貨最多只能進若干本 比如說可能你最多只能進10本好了 那這個時候a會影響你的決策嗎 大概會吧 島上只有10個人你可能就這樣定價 島上有1000萬個人有點多 那你只有10本 然後有一些人願意買 你顯然就會定個挺高的價格 OK 那就是model要被extend 不過那就是以後的事了 你還是從基本人出發 所以呢這些東西 經濟學上我們叫它comparative statics 簡單的白話的意思就是參數變的時候 這些決策怎麼變 OK 然後你會覺得OK 它somehow make sense 至少要做到make sense這個程度 那與此同時呢 你也可以算算這個人的optimal profit 就是你把他的optimal solution 帶進去他的目標式的話 他的objective value是多少 然後你釀釀弄一下 你會找到這個 基本上就是帶進去 所以這個functional form 本身不具有任何實際上的意義 但是你還是可以問一下 pi star對c對a對b 會怎麼樣的被影響 你可以看到c如果上升 這個函數就會變小 對吧 你的進貨價格如果變高 其他東西都不變 你肯定就是賺比較少 沒有任何選擇 你一定就是賺比較少 再來 如果你的a上升的話 你就會increase 這個時候挺合理的了 雖然你的角色不變 但是人越多你就預期賣掉越多 所以OK 然後最後就是b b這個東西對你有兩個層面的影響 光看這個市值的話分子會變大 但是分母也會變大 對吧 所以到底是怎麼個影響法呢 它的aggregate effect到底是怎樣 如果直接看不出來 也沒什麼了不起 你就微分吧 不是你把它拿來對b微分看看 然後經過了一些運算 你發現它是正的 如果它是正的就表示OK 加起來的影響就是b如果變大 就是怨富價格上升的時候 我會賺比較多錢 聽起來合情合理 不過technically 你怎麼能證明這件事情呢 或者說你怎麼知道b-c是正的 你怎麼知道b-c是正的咧 b比c大是因為最高的怨富價格 要是比你的進貨價格還低的話 那你就不做生意了嘛 對吧 進一本說到100塊 然後這個小島上的人 全部都看不懂英文 所以他們不想要看微積分課本 好啦 還是會有些人想要看圖啊之類的 但他只願意付5塊 你就不會想要在這個小島上做生意 這樣子 所以這個problem本身如果要make sense的話 你的b就應該要比c大 要是你看了一下發現b比c小啊 這個問題就不存在了 你就不會想要解這個問題 OK 所以大概是這個樣子 所以你可以決定參數怎麼影響decision 參數怎麼影響payoff 他們在適當的時機會帶給你很多 意想不到的新知識 所以呢 我們解這個問題 其實不是為了要練習算數學 不是要練習微積分 不是真的要拿來做pricing decision 真的有意義的對我們來說 就是這個 qualitative的managerial 或是economic的interpretation 就是這一頁的東西才算是比較有用的 那你會慢慢的練習 如何的透過這樣的analysis去發現一些 你本來沒想到的事情 那就是所謂的發現原因那部分 這一頁的東西 你大概知道我們在幹嘛 但是你會覺得很淺嘛 這個價格這個cost上升 我就要定高一點價格 這不是廢話嗎 是 那是因為這個problem很簡單 才會淺成這個樣子 要是你的model很複雜的話 就不會像這樣子一下就可以看出來 那這個時候你震出來的東西 就會有一些它的價值 有機會會看到的 重點不是那個數字 重點不是這個formula 不是這個東西有多大 重點是它的quality 它的 qualitative的性質 或者是很粗淺你講的話 重點是那個sine 它是正的還是負的 OK 那這樣子 有機會體會一下 所以至少你會想要做這件事情的 另外一個理由就是 要是做出來很怪 你可能會懷疑一下自己是不是數學算錯了 比如說要是你做出來發現 成本上升的時候會賺更多錢啊 那可能就是算錯了 你就要回去驗算一下 OK 好的 那我們來看第二個例子 第二個例子 依貫利 它必須要比第一個例子稍微難一點 所以我們來試一下 這個例子呢 我們叫它news vendor problem 那有一些同學可能學過 不過我們就來試一下 你今天假設要賣的是perishable的product 就是表示這個東西有個selling season 你selling season過了 這東西就變成垃圾 變成破銅爛鐵 比如說每一天的報紙 當天結束基本上就沒有什麼價值 或是高科技產品 當它的下一代出來了以後 前一代就會幾乎沒有什麼價值 或是下兩代 總之你知道它有個selling season 或是fashion product 或者是夏天或冬天限定的衣服等等 那selling season不一定就是一天 它可以很長時間 因為這些商品 當selling season結束就用不到了 就用不到了 然後如果你這個身為seller的人 你還只有一個機會做replanishment 就是你補或者能補一次的話 那你今天就是 我們就稱它為一個news vendor problem 你現在在selling season開始之前 你就要決定你要訂多少貨 ok 100個 ok 1000個 然後接下來就是一翻兩頓言 customer開始進來 你購賣就購賣 不購賣就吃土 然後或是你進了一堆貨 結果都沒有人來買 那你就是自己蒙受損失 所以你沒有調整的機會 你只有一個機會 ok 通常呢 你身為一個seller 你煩惱的都是因為demand不確定 跟前一個例子比起來 這裡的demand是不確定的 你進100個貨 不表示這100個就都可以賣掉 對吧 也不表示消費者不會有更多人跑來買 所以你煩惱的就是不要進太多 也不要進太少 看著這個demand的distribution 你希望你可以做點比較精確的估計 來讓你自己定一個比較好的進貨量 好 那怎麼做呢 假設大D是我們的uncertain的demand 就是大D就是你的random variable 就是你的demand 然後這個random variable 我們用大f跟小f 來描述它的cdf跟pdf 那pdf這東西其實是不一定存在的 但是我們就假設它是continuous的random variable 好像這樣事情比較簡單 我們就給它一個pdf 然後呢cdf當然就是大f嘛 這沒有什麼問題 今天你還是要描述一下它的外部環境 所以r跟c 我們說它是unit sales revenue 和unit ordering cost 或是production cost 或是procurement cost 就是你生一個這個東西出來要多少錢 你如果是零售商就是給人家買 你如果是自己生產就是自己生產 我們假設這個東西是線性的 然後呢就是買一個要c單位的錢 然後最後是 我們用q來表示你的order quantity 這樣子 你的任務就是決定一個q 來maximize你的expected profit 或是minimize你的expected cost之類的 好 那怎麼做呢 我的expected profit要先把它寫出來 然後我要去maximize我的expected profit 好 所以呢我們通常會把 當你只有一兩個變數的時候 我們喜歡把你的變數寫在max或min那個符號下面 就是提醒你自己誰是變數誰是常數 q是變數就寫在下面 常數就是其他人 然後呢這個題目 因為剛好只有一條constraint 你就會把它順手寫在下面 如果你有一堆的話 你就會寫在比較完整的地方 好今天這個problem就是決定訂購量 你剛好就是只有一個constraint 就是q要大一點點0 OK你就把它寫上去 然後這是啥 小r是你賣一個可以得到多少revenue 你今天怎麼知道你會賣幾個呢 其實你不太知道 所以它取決於你的訂貨量 跟你的那個uncertain的需求量 誰大誰小 如果你訂的小於這個需求量 那就是看你訂幾個你就賣幾個 但如果今天是需求量小於你的訂購量 那就是來幾個客人賣幾個 所以就是哪個小就是誰 那因為大D是uncertain的 所以你不知道 所以這個minimization的result 你也不知道 你不知道誰小嗎 就是各有機率 你對這個銷售量做expectation 所以D是需求量 minimum of Q跟D是銷售量 也是random的 然後你對這個random的銷售量取expectation 那這個前面這一塊就是你預期能賺的錢 後面當然就是你預期要花的錢 然後這個沒有什麼好預期的 因為進貨就是要付錢 它也沒有說賣不掉可以退或怎樣的 所以買幾個就花多少錢 那麼呢我們這個PiQ 寫成像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就說PiQ就是我們的 Expected Profit Function 就是我們的目標式 然後呢這裡沒有 但是你這個model實際上可以很輕易的被expand到 去包含savage value啦 disposal fee啦 或者是shortage cost 這樣子喔 這些事情沒有什麼問題 savage value就是沒賣掉的東西 趁金論兩滴賣給街頭收破爛的阿伯或是阿伯 那麼這個時候叫做savage value 有時候是反過來的 你這些東西可能有毒啊 或者是很重或怎樣的 你要付一些錢把他們清掉 那你剩下多少對你的profit會有一些影響 或是有時候會有shortage cost 有人來買結果你沒辦法滿足他的話 他就生氣 然後對你造成一些商譽的損害阿 或者是whatever 或者是你就給他一張折價券什麼的 那就是shortage cost 如果有這些東西的話你就把它加進去 model長得會不一樣 但是本質上會是一樣的 為了不要傷害大家的腦力 我們就挑最簡單的就好了 首先你要做的事情是 把那個expectation拆開嘛 光是寫成上面這樣子的話 談不上是一個有用的formulation 因為你不知道它具體的到底長什麼樣子 你不知道這個expectation如何得被表示 所以你要把它拆開來 怎麼拆呢 好 我今天對著一個random variable 去expectation 那基本上就是把所有可能的value 用它的可能性就是小f 做weighted average這樣子 所以所有的大低的所有的可能性 就是從0到無限大嘛 你的需求量反正是正的 I mean non-negative 然後可能很大 可能很大 好 如果今天需求量比q小 那這個turn會變多少 就變成需求量 所以你的小x 小x如果比q小 你的銷售量就是x 而這每一件事情發生的可能性就是小f 所以你把銷售量跟可能性做weighted average 然後另一部分的可能性就是 如果你的x比q大 需求量比存貨量大 那你賣的就是存貨量 只要這件事情發生 你就是賣q unit 那這個也是weighted average 全部合在一起 就是你的預期銷售量 OK 然後你就可以稍微 你再多做一點事情 左邊這個看起來挺難的 先放著 不過右邊 q可以拿出去嘛 拿了以後 剩下的這一塊就是cdf的另一半 所以就是1減它的cdf 好 OK 所以你有了這個以後呢 你真正想要做的事情是 對它做一次尾分跟二次尾分 因為你想要看看這個很醜的函數 到底是不是concave的 好 一次尾分怎麼做呢 這是我這個 這學期最後一次陪大家練習的微跡分 這個東西 你拿來對q尾分的時候 他就是用萊布尼茲定理還是什麼的 反正就是微積分基本定理 一個函數拿來積分再微分 就會變回他自己 所以這個函數拿來積分再微分 就會變成他自己 所以就是q of fq這樣 那後面這個當然easy一點 這個就是1為2加2為1嘛 有啵啵啵的你就得到這個 好 弄完了以後就 欸這個跟這個要笑掉 這個絕對不是巧合 再複雜的news vendor model 那個也一定都會笑掉 然後你就得到這個獅子 所以一次微分完會得到這個 然後你再對他二次微分 這個時候呢 你唯一需要知道的事情就是 大f微分會變成小f 大f微分會變成小f 那就變成這樣 那所以前面有個負號 然後呢小f是pdf嘛 是可能性 可能性自然都是正的 I mean non-negative啦 所以這件事情就 欸沒事 你就得到了一個 strictly concave的函數 所以結論是什麼 結論就是你的pi 你的pi p pi q pi of q是strictly concave的 那麼你要解這個optimization problem 就非常接近被解出來了 對吧 你只需要再apply 把我們剛剛的idea就好了 所以你首先 先忘了你的q star的那個constraint 你的q star今天要來optimal的話 它就要符合first order condition 然後就帶進去 你就得到了這個獅子或是這個獅子 基本上一樣嘛 基本上一樣 那我們來看右邊這個好了 右邊這個講什麼呢 他講說給你q star 你就知道大f of q star是什麼 它是個機率嘛 是demand比q star小的機率 那一一減掉demand比q star小的機率 就是demand比q star大的機率 就是缺貨的機率啦 就是你這個q star定下去了以後 明天一覺醒來開始賣報紙 需要的人比買的 需要的人比你的量多的機率 就是這個缺貨率 你要讓缺貨率等於r分之c 這就是你的最佳解 這就是你的最佳解 你可以看到 這也是一個analytical solution 它不是只是給你一個數字 它是給你一個函數 照著做你就會得到最佳解 但是呢相對於前面那個2分之b加c 那個pricing的problem 2分之b加c 你可以說它是一個explicit的function 那這裡你只能說它是implicit function 或是說它沒有closed form 因為你不知道小大f是多少 我們剛剛也沒有跟你說 大d是uniform還是normal還是exponential 還是什麼的都沒有 所以你無從得知大f長什麼樣子 但是不需要 不管你的大f長什麼樣子 這件事情都是對的 所以你剩下的事情就是 你真的要拿去用是吧 那好你自己告訴我你大f是什麼 帶進去算出來 得到那個數字這樣子 所以這是一個不再closed form的functional solution 或是說analytical solution 好這個q star有一些好事可以說 首先它一定是positive的 你光看著這個式子 它在講什麼啊 它在講說給我一個q star 使得缺貨率是r分之c r跟c都是正的 這沒什麼問題吧 就是price跟cost 再來r應該要比c大吧 不然生意也不用做了 所以r跟c都是正的 而且r比c大 這就是個0.8啦 0.4啦 0.25啦之類的 然後你要讓某個機率 等於某個0到1之間的數字辦得到 對吧 而且這個q star是找得到的 因為你的大f是continuous的呢 因為你的pdf是continuous的 所以你的cdf就是continuous的 然後 所以這個q star就找得到 那這裡沒寫 但實際上它也會unique 只要你東西都是連續的 而且那個函數長得合情合理 就好了 就好了 所以q star是optimal的 good 因為它符合你的constraint OK 所以我們剛剛那個看起來很蠢的condition 或是strategy又再次提 OK 這個q star我們就叫它news vendor quantity 有些時候 因為它就是news vendor model的quantity 然後這個formula apply在任何的continuous的random variable上面 任何的 任何的 最後你還是想要做點interpretation 好啊 那我們就來試試看 這個函數 就是所謂的1-f of q 你q如果是0 那缺貨率就是1 q如果是0 缺貨率就是1 q慢慢的變大 缺貨率就慢慢的變小 怎麼變小你不知道 但無所謂 它就是會慢慢變小 而且會連續底慢慢變小 它不會折角 它不會忽然啪的一下就掉下去 它會連續底向下 當我給你一個0到1之間的數字 r分之c的時候 你就去search search到一個q star 剛好給你r分之c 那就是最佳解 那然後 好 所以那既然這樣的話 q star如何受到c跟r的影響呢 c如果變大 你看這個式子 c如果變大 它就要上升 表示你的q star要變小 對吧 r如果變大 這個式子就要下降 q star就要上升 所以當c變大 q star就要下降 當r變大 q star就要上升 可以嗎 這件事情是完全數學上算出來的 c變大 你的q star就要下降 r變大 q star就要上升 是數學上算出來的 但是它合乎你的直覺 或是它make sense嗎 挺make sense的嘛 你今天在賣報紙 然後你的上游跟你說 欸一份多一塊錢 你會多訂還是少訂 一定是少訂嘛 或者是今天for some reason 可能你的競爭者跑了 或是怎樣的 或是那你就說 好那我來 價格可以提高 那你會多訂還是少訂 你一定會多訂 這樣子 所以這兩個事情挺合理的 挺合理的 只有在你有anality code 你才能夠做這種interpretation 然後你才能夠說 喔所以某個參數上升的時候 我的decision會變大還是變小 這樣子 那它就像剛剛說的一樣 它在某些適當的時機 會給你帶來一些適當的幫助 所以 在這兩個例子裡面 我們看到什麼呢 你如何用convexity啦 用最佳化 用first order condition什麼的 來幫你解問題 而且你解的確實是business的問題嘛 雖然它很簡單 實際上你真的要說 它有很多個零售商啦 有上下游啦 然後你有很多個商品啦 商品之間有什麼不確定性啦 消費者彼此之間會互相影響啦 通通都可以model 看你會不會而已 那我呢大部分都不會 所以就靠大家啦 我就靠大家啦 但總之就是 從這裡你也可以看到 我們做這些modeling的基本的精神 我給你一個problem 它如果很複雜的話 你根本就完全無從 做任何形式的decision 或者是analysis 你一定要把它 somehow抽象化 或者是 in some sense 簡單化 這個時候靠的就是model 所以你的任何的 mathematical 或是economic的model呢 都是現實生活的某一種簡化 然後你對著那個model 試著用你的最佳化方法 把東西解出來了以後 你如果今天要做決策 你自己要知道 這個離真實情況有多遠 如果好遠的話 表示你這個model太爛 如果還行 你就自己做調整 那我們今天不是要做decision 我們只是要做analysis 我們只是想要知道 某些事情發生是為什麼 或者是什麼東西 會怎麼樣的影響什麼 那麼我們就做類似像這種 對著那個functional form 對著那個analytical solution 去做分析 分析 對著還有 感谢观看